凿毙偷光 古时候有一个名叫宽衡的少年 他非常勤奋好学 由于家境贫寒 他白天必须干活挣钱 晚上才有时间读书 可他买不起蜡烛 天黑就无法看书了 他的邻居很富有 一到晚上就会点起许多蜡烛 把屋子照得很亮 一天 宽衡鼓起勇气对邻居说 晚上我能否在你家读书呢 邻居说 穷得买不起蜡烛 还读什么书呢 宽衡回到家中 他悄悄地在墙上挖了一个洞 邻居的烛光从洞中透过来 他借着光线读起书来 经过不断地努力学习 宽衡长大后成为了一位丞相 1 猫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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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猫�